而且来说因为我是一个男人嘛 我不舍得出来工作了 再管家里要钱了 然后我一直没有管家里要过钱 所以说在近期花过他一点钱 他就把这个事情跟我母亲说了 我这个是心里挺不高兴的 你花了他多少钱 花了他点钱 上学那时候吧 一个月他管家里要钱 一月就三四千 我上学那时候一两千称子 对 他不是为跟你谈恋爱吗 他没花在我身上 上学的时候我俩还没谈恋爱呢 就毕业了以后才开始谈恋爱 然后从毕业以后 他就开始不知道 受哪个逻辑思想 我开始出于工作了 我必须独立自主 我不能啃老 说的可好听了 然后呢 是不啃老 你啃我呀 你愿意愿得啃吗 是 我是胖一点 但是也啃不了多长时间呢 心知口快一顾 因为这个是刚开始工作了 我肯定是谁实习 大学出来实习 肯定都挣不了太多些 所以说我也是一个大专毕业的 我也不是说有多高的学业 你这上面不是写本科吗 我是自考本科 所以说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